各位自从咱们第一个预言了二池子耗死被抓 还有效果文化的崩塌 胡锡进骑墙隔了蛋了 把自己祸悉泥给祸塌房了 这个事到现在 我们最早的评论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周多了 就是说中国有关方面对效果的案件已经立案一周多了 按说对这种这个比如说啊 演出中的这种事故 一个平常的一个舆情来讲的话 二池子耗死和效果应该早就有结论了 到底是怎么打怎么罚有结论了 可是到现在呢 交近十天了 这个有关方面仍然没有给出结论 各位这说明什么呀 哎 您自己想一想吧 案情重当 这个事不能善聊 没那么简单了 各位啊 那那位说他牵扯到什么东西啊 那可事可就多了啊 首先要调查这二池子耗死 那个本子是谁写的 是他自己临时现挂呀 自己写的呀 还是整个效果有一个笔杆子 专门写着玩意儿的人呢 写着玩意儿的人也都得挨个的啊 叫过来询问 你写这个梗 你是什么意思啊 上海大街上能有松鼠吗 松鼠什么时候在地下了 你跟那个上甘岭有什么关系吗 啊 所以这些事越往后倒 应该还包括效果文化的投资方 比如说CMC啊 黎瑞刚的那个基金 那个华人文化基金 美国这边是谁投的资 跟美国的政府啊 甚至包括这个美国的CIA控制好莱坞的那笔资金有 没有关系 这个事大了各位啊 我感觉这个事可能是事关重大 效果的事情没那么容易的 就这个得出一个结论来 但是我们能够得出结论的就是说 效果的事情充分激起了中国大陆的爱国主义的热情 对中国文艺界啊 被所谓的反贼渗透的千疮百孔的这个现状的焦虑 效果公司是彻底的完了啊 还有效果公司靠说两个笑话能估值能达到40亿元啊 前两天的时候中国著名的戏剧家何赛飞 在一次当评委的过程中批评这么优秀的戏曲运动员 一个月只给1500块钱的生活费 你们这钱都哪去了 是吧 所以革命群众现在呢群情激愤可以说 这挖出来前两天我给大家报告啊 挖出了一个这个中国文艺界的这池子里边 有不少的怪物啊 你比如说前两天那画家是吧 哇那解放军露着个嘴傻笑是吧 又有这个国内的群众挖出来了这么一个怪画家 这个画家大家看一看啊 这是早在21年的时候大V诗伟就说 这个叫张晨初的这个画家 这哥们也不正常 结果呢 他在两年前的这个文章被效果这个事又重新炒热了啊 因为前两天有这么一个画家给挖出来了呀 这这个事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我们看看啊 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张晨初画了一些什么画啊 就这哥们啊 他画了一些什么画 这个张晨初啊 这个人呢 画风很怪异 喜欢呢 把人画的是 晦暗沧桑 颓废压抑 这个倒无所谓啊 因为 很多画家的画风 是吧 那都是比较压抑的 你比如说 得了精神病的梵高 是吧 啊 但是这位 怪异就怪在 他每个画脸上 都得打个五角星 都得打个五角星 大家知道五角星是国旗的标志 是军灰的标志 是吧 他每个人的脸上画的 晦暗沧桑的情况下 必须得打个五角星 对吧 显然 这个并不是一种符合人们大众审美的 这个路子 对吧 啊 你这谁啊 这是成龙啊 啊 这画的 不是谁啊 这是 这都谁啊 啊 有成龙 反正是 谁愿意被画的 如此丧气 脸上 盖个章 加个五角星啊 这种风格呢 肯定是让人产生负面的感觉 自然会联想到 被压制 被奴役 综合国旗上的五星 谁在搞压制 搞奴役 自然就无需多言了 然而 你却无法找到直接的把柄 他完全可以辩解 这是一种特殊的创作风格而已 这就是 所谓的画家的恶心之处 暗戳戳的骂人恶心你 你却呢 没法把他怎么样 啊 可叹 类似于张晨初这种人 在文化界大量存在 这些人得到了体质的好处 吃饱了撑了饭贱 自己变态 和抱怨别人 不理解他们的所谓艺术 比如说 刚被揪出来的那个岳敏郡 丑化解放军的油画 就是变态的啊 那种傻笑 是吧 丑化解放军领袖人物啊 是头上还长着这个牲口的特征 西方恶魔标志的脚 是吧 你看这个张晨初这个画作和那个岳敏郡 是不是同出一辙 这些所谓的话作呢 根本没有办法引发人们 这个所谓的正常的思考啊 正能量的思考 连基本的美感可以说都没有 这个更恶心的是啊 像张晨初岳敏郡之流 胆大妄为的把脏手还伸向了太祖 毛泽东 我们看看啊 这是 张晨初笔下的毛主席 从中我们根本看不到太祖特有的光辉 伟岸英明睿智 我们只看到了阴暗 丑陋 猥琐腐朽 死寂 可惜这种档次的玩意儿在中国的文艺界大量存在 张晨初美仍然可以将其解释为所谓的创作风格 毕竟他们染指的不仅仅是毛主席啊 岳敏郡之流 染指的啊 这些革命领袖多着呢 仔细观察 您会发现 他们丑化的对象主要是中国人 及其中国有正面形象的人 或者是丑化后对中国不利的人 总而言之 张晨初们所谓的作品表达的就是对中国的负面的情感 张晨初们甚至丑化整个中国 是吧 啊 这个恶心的心态令人匪夷所思 无法直视 你比如说张晨初有一幅画 说中华被装入了棺材啊 在人的制度下被关入了铁窗 难道国家对不起这个张晨初岳敏郡们吗 恰恰相反 张晨初妥妥的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此人是浙江台州人 1973年出生 199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 1998年结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游化系 2001年中央美术学院游化系研究生毕业或硕士学位 开始到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任教 2003年进修于美国伟博大学视觉艺术系 哦 原来是刘美的 2004年破格进升为副教授 08年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师称号 2012年进升为教授 显然国家待他不薄 是吧 此人呢 也没法知道他的祖上 是否因为新中国建立而受到影响 是不是地主啊 富农啊 被打倒迫害的 很多解放前的地主资本家 他们的后代对新中国怀恨在心 啊 张晨初 即便祖上有这种情况 现在是中国一线城市大学的教授 国家 哪里对不起他呀 此人现在还是中 上海市重点培养的所谓 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的对象之一 你说哪对不起他了 啊 就是这意思是吧 哎呀 像张晨书 岳敏俊 这样的啊 这简直是中国百姓的民脂民膏在养反贼呀 你再看看他跟谁在鬼混 啊 这是谁啊 哎呀 这不就是那个崔永元吗 连妹推荐 崔永元 啊 崔永元推荐张晨初的作品 好吧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师范大学是培养教师的学校 这会把多少孩子教坏 香港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啊 看看那些为张晨初辩护的这些可怜的孩子吧 啊 啊 这些孩子们还为他的老师们辩护呢 啊 这些孩子认为张晨初是国家的人才不能批判啊 那这个张晨初啊 他呢 在2021年1月25号画了一幅画 大家看一看啊 这张晨初画的是谁 哈哈哈哈 看出来了吧 这是金灿荣啊 而且啊 最可恶的是 最可恶的是啊 他20年1月26号污蔑武汉的一个东西 当时看看啊 这个这个就特别恶劣了 各位啊 你看是 张晨初这是写的什么 他竟然写的是武汉肺炎 化成了像一个病毒样子 里边写的是武汉肺炎 这不就是海外的这些反贼 扣黑锅给中国的那个称呼吗 连美国都把这个叫做地狱骑士 都不敢说这武汉肺炎的几个字 张晨初作为中国高校的一个教授 各位你说这人有没有问题啊 啊 您自己去判断啊 这人是不是反贼 是吧 啊 还有啊 这个啊 网友啊 一下就急了 是吧 这个要求上海师范大学严肃处理 当时啊 当时 但是呢 尽管网上沸沸扬扬 群情激愤 是吧 啊 但是呢 根本就没处理这个张晨初 对吧 而且啊 这个张晨初在香港闹事的时候 你看他是什么态度啊 哈哈哈哈 各位 独立精神 哈哈哈哈 这不是在支持香港的那帮 那个黄狮 月游 黑衣人吗 啊 哎呀 这个中国的文艺界的这个池子里边 真是妙小 妖风大 池浅 王八多呀 哎呀 我支持革命群众的说法 那个把这些王八捞起来放血才对啊 该清理了 各位 点个订阅啊 咱们下期再见